和平安 ül是人 Cass Syria 陳靜心作反告獄長 雷撒示威現場 蔡核預算案 點體都是行家橙 二晚 點計出來的 中央好罷權 港府好自舗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27日 星期二 我是永恩 報導真相真編示弊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大力支持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多點留言 和按一下Super Thanks 幫助我們一起撐下去 藍營中的深藍人士陳靜心近期頻頻高調反政府 26號市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期間 陳靜心到中聯辦門外示威不過 被警方安排至地鐵站外請願 獨請完信時他一度感觸落淚抱怨政府太多苛靜 愛港曆愛港行動成員陳靜心 上個月24號在微博上發文痛批李家超 判點期四大施政錯誤 並說自從李家超上任特首後 我只看見現屆政府日日想盡辦法精神虐待老百姓 我已經對李家超政府隱無可忍 雖然鐵文一出便被新郎秒山 不過鐵文截圖和內容已經在網絡上廣傳 昔日親共陣營的中堅分子 今天公開反對習近平指定的香港特首 李家超事件廣為民間關注 26號市籍夏寶龍訪港期間 陳靜心隻身前往中聯辦抗議 後來被警方要求改到西營盤地鐵站B3出口外請願 陳靜心在示威現場讀出給夏寶龍的請願信 信中他再度痛斥李家超 指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李家超經常在媒體稱 香港仍然有怨對抗和黑暴苗頭 甚至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在議會上就民生議題質詢特首 都被李家超標籤為怨對抗、黑暴及反動力量等字眼 令人非常心寒、不安和無奈 北禁令市民覺得怨對抗成為特首為施政順利推行 而用來打壓消滅反對聲音的武器 是不是說說不合聽就叫做怨對抗呢? 他希望特區政府能夠解釋清楚怎樣才算怨對抗 又指港區國安法由中央頒布 中央應清晰地讓香港人知道底線何在 不要令我們一頭無水不敢說話 他還批評李家超這種管治作風令立法會沒人說話 沒人說話的立法會會怎樣? 淪為舉手機器真正的象皮圖像 他提及垃圾徵費指議題在議會上沒有討論清楚 每個人都閉上眼舉手通過 那麼我們要立法會做什麼呢?浪費納粹人金錢 他預計這種民怨四喜 加重市民生活負擔的災難性政策 將會陸續出現 受害的只有香港基層市民 陳靜新發言期間也一度感觸落淚 他批評政府有很多政策不分輕重 一到前令市民生活不方便及艱難 都是苛政 有市民指以前藍絲們以為鬥垮民主派 政府獨大便天下太平 正好相反 沒有了民主派 不少基層藍絲成為受害者 感受到共產鐵拳下日子更難捱 無計誰叫他們當初支持共產黨求人得人 考下大家 你說這本書的封面是什麼顏色? 話說政府將於2月28日星期三公佈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而財政司長陳茂波日前 在望智披露預算案的封面顏色 說包含像我們對香港未來一年的期盼 不過就沒有寫明這種是什麼顏色 於是考起香港各大傳媒 《星島》最初寫是橙色 《香港01》就寫說是淺橫色 《信報》就覺得這種是淺塗色 我自己看了半天 都不知道這個到底是橙色還是淺橫色 或者行家橫色 我覺得應該是最合適的描述了 不過後來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形容這種是神希的顏色 死了我可能比較悲觀 我看來看去都覺得這種更像是夕陽的顏色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夕陽 有消息傳出政府為了吸引 平均每人消費300元的中國遊客 政府將會在余雪案提出 維港每個月都放煙花 還有無人機表演 燒煙花喲 大家都知道燒煙花等於燒銀子 看來香港經濟未來的一年 一定會和余雪案封面的顏色一樣 行家橫啦 小鳳姐風吹 大家還記得小鳳姐這句歌詞嗎? 不過今天我不是想說風的季節 而是獲公帑資助780萬的那個巨型紅心 因為主辦的香港設計中心 在2月17日曾公佈 這個價值780萬的巨型紅心展出的頭三天 參觀總人次已經超過20萬 旅客人數比例保持佔20%以上 不過當renews在2月21日向香港設計中心及公關查詢 參觀總人次20萬 以及遊客比例佔20%是點算出來的 香港設計中心就至今沒有回應 並表示沒有補充 翻查資料 香港設計中心在2月16日公佈 Chabi Harts第一日展出 就約65,524參觀人次 其中遊客佔20.7% 大幅超出預期 到了17日再公佈 項目頭三天參觀總人次超過20萬 遊客人數比例保持佔20%以上 而數字就由策略研究夥伴 加魄市場策略研究有限公司負責統計 不過此後 大會沒有再公佈Chabi Harts的參觀人次統計 也沒有回應統計方法查詢 現在在香港做管理層真是容易 什麼都可以不用交代 一句沒有補充就搞定 總之是有段估無同苦 其實繼我說 說不止20萬啊 除了那些真正過來看紅心拍照打卡的 加上走過亡兩眼的 再加上隔著螢幕看到的 還有電視、報紙、Facebook都有燈 我估計除了極少數從不看電視看手機的市民 以及雙目失明人士之外 全香港市民都看過 加上海外有看到這宗新聞的港人 2000萬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20萬這個數字實在太保守了 真是想不到小鳳姐早在1981年 已經預言到今天的香港警方 那就讓風繼續吹吧 反正香港市民日後都要慢慢習慣下這種浮誇風啦 日前節目中否釋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訪港目的 指他不是為了23條而是來講求財 事件得到證實 特首李家超26號表示 夏寶龍此行主要關注經濟發展和地區治理 包括如何在經貿合作方面令香港發展得更好 如何利用香港、大灣區及內地的開放市場增加商機 同日李先知在明報專欄中也指 這次夏寶龍訪港 處處顯示經濟議題才是主打 除了回顧本港企業家外 也與金融界及外國商會代表回顧 由建制中人指出 這顯示中央對維持香港國際地位和國際聯繫的重視 換言之處於財困的習近平 捏死香港後 又心思思想利用香港繼續生金蛋 26號是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來港考察的大五日 李家超見記者時表示 夏寶龍來香港的目的 其中一個重點是了解香港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 幾日以來夏寶龍廣泛聽取不同界別的意見 例如企業家代表、金融界代表 當日也會見約40位本地和外國商會代表 李家超族指夏寶龍聽取了商會代表的意見 重點討論了如何吸引外資 如何方便外國企業或人士進入大灣區和內地市場等意圖 也討論了東南亞國家和中東市場的區域合作 此外也有討論旅遊業發展 及如何把握好香港在教育、創科、文化和航空樞紐方面的優勢 將常述文字翻譯成白話 就是夏寶龍希望香港繼續為內地招商引資 希望外資如滔滔江水般透過香港湧入內地 如果西方市場已經放棄香港 政府可以在東南亞和中東市場上尋找合作關係 此外政府也可利用香港在教育、創科、文化和航空樞紐等優於東南亞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方面 來吸引對方合作 比如向越南、緬甸等三世界國家學生頒發一帶一路獎學金等等 總之不論政府做什麼 最終目的肯定都是出賣港人利益服務中央 港度出賣港人利益 《星島日報》引述消息指 28日出爐的財政預算案將加碼斥資素益 月月放煙花及無人機表演 令推主提心導遊兼找KOL軟銷宣傳 消息還指這些海港活動在大陸少有 相信有吸引力 講來講去還是為了大陸同胞 免得同胞們破費600元賣票去迪士尼看煙花 政府免費放給大家看將煙花行常化 盡顯香港城市之都的美譽 在深導遊方面 近日有內地導遊介紹窮遊香港不洗門票景點 首當其衝是Beyond 王家區無地 有評論人士更建議政府 直接將異顧藝人故居設為深導遊景點 透大陸遊客所好 唉為了討大陸主子歡心 望自緋薄、自貶身價 可歎如今香港自墮到如此地步 好了今天的香港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明天見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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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